這是之前大疆一度電的戶外電源 而這是大疆最新的 DJI POWER 1000 迷你 既如其名 同為一度電的容量下 相比上代體積縮減了快一半 即便是面對市面上所有的一度電戶外電源 它也是最小的存在 那麼帶來的問題是 在如此大幅瘦身的前提下 是否意味著體驗上的妥協呢 我把結論先說在前面 DJI POWER 1000 迷你的 轉化效率 穩定性 以及安全性 依舊是行業里的頂尖水平 帶來這個結論 接下來我們會通過實測以及結構上的分析 來看看大疆是如何自己捲自己的 外觀依舊是延續了大疆一貫的設計語言 整體簡約硬朗 接口還是正面排布 下方新增了LED燈 夜間照明省去了額外拿照明燈的麻煩 比較有意思的是 1000 迷你自帶了一條 80 厘米長的支持 100 瓦快充的 USB-C 伸縮線 這個結構在充電器充電堡領域不算什麼稀罕物了 但在戶外電源上還是頭一回見 好處就不用我多說了吧 外出不用怕忘帶數據線 並且考慮到伸縮線的壽命 大將直接把這個做成了可拆線的模塊 方便損壞後更換 另外這次還內置了 400 瓦的 MPPT 和行車充 不用再額外買單獨的模塊配件了 既省錢又不用帶那麼多的配件 這點還是非常方便的 外觀方面唯一出乎我意料的就是重量 居然只比 1000 比 2 輕 2.7 千克 加上只有單握把的設計 第一次拿差點沒hold住 不過從這個重量也能猜到 內部的料肯定是沒少對 待會拆了就知道了 實測最大穩定輸出功率是 1000 瓦 這是瘦身帶來的最大調整 但其實這個功率已經可以覆蓋日常大部分電器設備 並且它還可以超頻驅動 1200 瓦的電器 你像燒水壺 電桃爐之類的也能穩定安全使用 大疆之所以把功率限定在 1000 瓦以內 一方面是矛定目標用戶的使用需求 另一方面就是轉化效率的保證 你當然可以往上拉功率 但是在這麼小的體積下 散熱就是個大難題 龍宮就一度電 轉化效率再不高 就成美麗的小廢物了 我們實測了滿電狀態下 穩定輸出 900 瓦的效率 實際持續了 57 分鐘 效率達到了 85% 這個小體積下 還能有這樣的效率 大疆在軟硬件以及散熱方面肯定是下了功夫的 還沒完 高負載的轉化率只是其中一環 日常使用的很大一部分場景 其實是低負載的輸出 繼續實測 100 瓦的效率 實際持續了 7 小時 44 分鐘 效率達到了 76.8% 這是 1000 迷你的一大殺手鐵 傳統方案在低功率段的控制 是相對比較粗糙的 這就會導致能量的浪費 而大量通過閉環控制 盡可能弄降低損耗 提升總體的轉化效率 並且當電量低於 10% 的時候 1000 mini 還會主動執行降壓操作 讓最後一點電變得更加耐用 充電方面 1000 mini 除了支持常規的 AC 太陽能和車充進行補電外 還新增了 USB-C 充電 單 C 口最高支持 100 瓦補電 差不多是一個小時充滿 雙 C 口可以提高到 150 瓦 充滿不到 8 小時 有了這個功能 即使在沒有 AC 太陽能或車充的條件下 也可以應急補電 AZ 口充電效率直接看曲線 從 0% 開始充電 馬上就能攀升至接近滿功率的 900 瓦加 在 81% 之前一直保持滿血的充電 80% 之後降低到 800 瓦左右 直到充滿 0-80% 充電耗時 58 分鐘 最後充滿總耗時 76 分鐘 在大幅瘦身的前提下 還能有這個充電效率 一個好的散熱設計功不可沒 繼續看持續補能場景 將 1000 mini 在 100% 電量下外接 1000 瓦的功率進行放電 一直到電量耗盡 再立刻插入 AC 充電 這一代 1000 mini 可能在安全性上有所考量 散熱策略和之前的大尺寸版本有所不同 電芯主要還是依靠被動散熱 在放電結束 38 分鐘後開始充電 功率在 400-800 瓦上下浮動 另外就是 1000 mini 同樣支持 UPS 功能 和上代一樣的 10 毫秒切換速度 再加上這個小體積的優勢 直接上桌面也不會顯得太擁擠 連上你的台式機 NAS 路由器這些 即便突然斷網 也能從容介力 到這裡相信大家也能看出 DJI Power 1000 mini 的產品定位了 是戶外不佔空間且使用耐用的電源 也是居家辦公的強有力後盾 不過也正是基於這些相對輕量化的使用場景 1000 mini 現在不支持拓展連接家電包了 關於實測體驗部分就先聊到這裡 核心的部分都給大家展示完了 我個人更好奇的 還是大疆是如何實現的小型化 以及在瘦身後如何保證散熱效率穩定性以及安全性呢 如果你也感興趣 咱們就邊拆邊聊 先來看 1000 mini 是如何瘦身的 拆開外殼後可以看到 整個內部結構堆疊相當賞心悅魔 逆變模塊垂直堆疊在電池包上方 並且兩者的外圍尺寸基本一致 這麼做的好處就是盡可能的壓縮 攏於空間 然後重點是這個逆變模塊 大家將以往可能分佈在不同主板上的 BMS NPPT 以及行車閃充模塊 都集成設計在了逆變模塊內 同時也精簡了線材連接 這又是節省空間的一大措施 最後看底部的電池包 這次的電芯不再是之前常見的圓柱型 而是改為了方形的 0,3 鐵力電芯 可以有效減少之前圓柱電芯之間的空間浪費 實現更加緊湊的堆疊 這三板斧下來 最終把一度電的電源體積 壓縮制約傳統電源體積的三分之二 可以說是非常極致的空間利用了 在保證小體積的前提下 1000 mini 之所以還能做到 1000 瓦級別的高功率 核心就在於一整套系統機的優化 首先是通過大幅提升工作頻率 讓元器件做的更小的同時保持效率不降 其次是把功率面板改為立板 縮小PCB 板的面積 進一步提升空間流率 然後將變壓器和電感集成設計 走線更短 損耗更低 最後是散熱方面並沒有額外的堆風扇 而是直接利用內部結構形成高效的風道 把核心熱源的盡可能靠近風扇側 給高壓MOS 版和低壓整流版這兩個發熱大戶安排鋁製散熱片 最後用一個風扇直吹最熱的區域 以此來保證滿功率的穩定輸出 風扇來自聖輝股份的軸流扇 長寬均為 60mm 厚 25mm 功率 3.6 瓦 風扇頂部貼有泡棉來降低運行時的噪音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框架設計 1000mm 的結構框架依舊延續了大疆一貫的均工級防護 機身頂蓋和底殼分別採用了 2.4mm 和 2.7mm 厚的板材 內部佈置大量十字型加強筋來保證整機的結構強度 底殼還通過 12 根立柱 對電芯區域進行二次包裹 形成第二道保護層 增強整體抗衝擊的能力 通風口依舊配備蜂窩狀金屬防塵網 在保證進風量的同時兼顧結構強度和防疫物的能力 按鍵四周也加入了泡棉密封 減少砂石灰塵進入機身內部的風險 PCB 防護方面是大疆的傳統藝能了 接口面板的接口位置使用白色防水結構膠來保證連接的穩定性 大部分小元件都有三防漆的覆蓋 焊點處還有封膠保護 而膩變模塊繼續採用之前我們見過的車規防護標準的湖泊方案 使用黑色塑料托盤配合灌膠工藝製成 將PCB 和小尺寸元件完整的封裝在膠體內 完全隔絕外界水氣和灰塵 這個防護方案其實是大疆從農業無人機上遷移過來的技術 但是放在戶外電源領域絕對是引領行業的存在 我看已經有友商跟進了 除此之外 膩變模塊延伸出來的線數也採用了車規節的保護套 保證運行的可靠性 還沒完 大家還在膩變模塊的底部安裝了一片厚度為1.5mm 的金屬支撐板 以加強膩變模塊的剛性 最後的電池包部分由三顆磷酸鐵離電芯組成 壽命方面官方給到的數據是4000次循環後依舊能保持80%以上的容量 上方貼有多片絕緣隔熱材料 以防止熱量傳導至電芯上 撕下後就能看到電極之間的連接片了 連接片寬19mm厚1.6mm 之前我們講過 連接片的橫接面積越大 電阻越小 不僅有助於降低能量損耗 還能承載更大的電流 減少發熱 同時在結構強度和可靠性上也會有更好的表現 電極連接片之間 大疆不僅佈置了四處電壓採集點 還嵌入了三個NTC 熱米電阻 它們如同神經末梢一樣 為BMS 系統提供精確的數據反饋 讓系統能實時掌控每一顆電芯的血壓和體溫 從而實時調度充放電的均衡 確保所有電芯步調一致 從源頭上 規避了個體差異帶來的安全隱患 讓整機可以更加長久穩定的運行 電池包防護上 這次居然也用上了電車上常見的C2B 一體化方案 它將電芯穩穩固定在了外殼上 為了進一步加強電池包的可靠性 電芯之間的使用泡棉隔離 減少外部衝擊力的同時 還能有效降低電芯和電芯之間的熱量傳遞 另外 大疆又在外側套上了一圈一毫米厚 20毫米寬的金屬孤做二次加孤 金屬孤對電池組提供預警力 進一步來提升整個使用的安全性 這一堆防護措施 也難怪1000mm瘦身卻不減重了 在安全方面你始終可以相信大家 高規格標準始終如意 也一直是行業的領先水平 即便是做1000mm這樣的 世界上最小的一度電戶外電源 也絕不含糊 拆完這台DJI Power 1000mm 給我的感覺 有種拆iPhone Air 的既視感 極致的結構堆疊 極致的空間利用 並且它不是簡單粗暴的只滿足了瘦身這一個需求 而是在保證穩定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 盡可能實現更高的功率和更高的轉化率 讓一度電變得更加的紮實耐用 應該說這是繼可靠性之後 又一次引領行業的小型化設計 這也是為什麼開拓我會說 大疆做戶外電源真的是自己捲自己 所以如果這台DJI Power 1000mm 正好落在你的需求區間 那麼選它絕對不會讓你失望